6.改造你的心理气候,为灵魂出体做准备 接下来是一连串的练习,目的是处理与我们的灵魂出体工作有关的特定信念系统 我提出一些问题,协助你检视你自己在几个领域的信念 另外也提供一些练习,在必要时你可以用来重建和改变你的信念 这个工作会花上一点时间和功夫,不过对很多人来说 成功的关键就在改变对于灵魂出体的心理和情绪态度 这些练习大部分你都需要执笔,以及一个不会受到干扰的场所 探索可能影响引导灵魂出体能力的信念 练习二,监视相关信念 步骤 让自己觉得舒服 做几次缓慢深长的呼吸 清理你的思绪 读完这段引导之后 接着看下面的第一个主题领域 在你的笔记本上 专为那个主题保留的位置当中写出你的问题 在心中思考这些问题 凭你的思想和感觉来作答 然后开始在你的笔记本上写下答案 慢慢来,不要急 对自己要坦白 设法检视你在这个领域的所有信念 如果你发现你对某个领域有互相矛盾的看法 那就悉数写出 让你的思想自由流动 想写多少 就写多少 你需要多少时间和篇幅 才能全部写完都可以 速度快慢也随你 如果要分几次 才能把每一个领域的问题都答完 也没关系 如果你只花一两个小时就大功告成 也行 只要你能诚实地 检视你在每一个领域的所有想法就好了 主题一 回程 你对出体一事忐忑不安 是不是因为你认为你有可能回不来 请详述并解释你的想法 主题二 困难度 一般来说 你认为引导灵魂出体有多容易或多困难 请说明理由 明确地说 你觉得要在意识完全清醒的情况下 引导灵魂出体 对你来说有多容易或多困难 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觉 主题三 必备的天赋 你相不相信灵魂出体需要某种天赋能力 请解释 你有多相信自己拥有灵体探险的天赋 主题四 安全感 你在你的生命中觉得有多安全 请详述 你觉得这个世界是个危险的地方吗 明确地说 你在你的世界里怕的是什么 主题五 安全和灵魂出体 你觉得离开你的身体有多安全 你觉得离开你的身体可能会有什么危险 请相述 主题六 超出界限 你觉得刻意引导灵魂出体有多自然或不自然 请解释 你心里对于搞这种东西的智慧 有没有任何疑问 请解释 主题七 欲望 你真的想要有这些经验的欲望有多少 你的欲望有多强烈 你为什么想要离开你的身体 主题八 价值观 你觉得这个工作有多重要 相较于你生命中的其他工作 你认为这个工作有多少价值 明确地说 你认为这个工作为什么重要 主题九 你把这个工作列为优先事情之一的意愿有多高 你是否准备要把时间和精力放在灵魂出体的练习上 你到底愿意把这件事放在多优先的次序上 主题十 善与恶 你相信那里有我们应该担心的邪恶势力存在吗 你对善恶的信念 可能对灵魂出体的练习造成什么影响 主题十一 自己的力量 对于你创造自己的实相这份能力 你相信些什么 你对你生命中的哪一个领域有无力感 你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到什么程度 你能够运用它让你想要的事情成真到什么程度 主题十二 其他的限制性信念 写下你想要进行灵魂出体就会浮现的其他限制性信念或问题 练习三 找出局限的信念 第二步是找出显然局限或有改善空间的信念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请利用你对上述问题的答案 以及其他已经浮现的领悟或直觉 以下是典型的限制性信念 引导灵魂出体不容易 如果离开我的身体 我可能会迷路 永远找不到路回来 我从来就不是特别有通灵天赋的人 所以我看我这件事也不会多行 我们也许应该乖乖待在我们的身体里比较保险 步骤 在一张纸的最上方写出每个主题名称 一个主题写一张 从第一个主题开始 阅读你回答每个问题的答案 然后在主题名称相同的另一张纸上 写下简单的陈述 尽可能清楚明确地表达你对那个主题领域持有的信念 由于大多数的主题领域都有几个问题 所以你可能需要一个以上的陈述 来说明你对某几个领域的信念 如果你有互相冲突的看法 两边都要写出来 不过重点是 清楚辨认你在每个领域的信念 并用一两段简洁的陈述设法具体阐明 设计你专属的心理环境 在这个单元里 你将会想出要用什么样的肯定语句 和具体想象来改变旧信念 当然 概念是选择与你想要在灵魂出体上达成的目标一致的新信念 在某些限制性态度很明显的情况下 你可能会希望一开始 先把焦点放在多少和旧信念相反的新信念上 在别的情况下 变化可能比较细微 你可能只需要调整一下旧信念 以便你在那个领域能有更上层楼的发展就行了 你将为自己设计的肯定与句式 以简明额要的形式阐述你想要接受的信念 它们是你可以用来进行自我催眠练习的信念陈述句 设计肯定与句式 选择一个真正能代表你的下一个成长阶段的信念 这点非常重要 如果你的新信念没给你多少成长空间 对你来说这样的伸展不够 那这个肯定与句其实可能让你觉得无聊 反过来 如果你选择一个对你来说伸展幅度太大 因此你不相信自己做得到的新信念 那你可能无法真的接受它 因此你现在先选一个伸展幅度 你能够应付的信念 然后随着你进一步的伸展 再去更新你的肯定与句 当你改变信念时 你一定要了解自己的旧信念为什么局限 也要看到你的思想犯了什么错 随手写下你认为新信念对你来说 是或可能正确的原因 以及旧信念为什么不是 好好想一想 如此一来 当你开始把焦点放在新的肯定信念练习上面的时候 你才能用逻辑和可靠的推理支持自己的立场 这将会帮助你接受新的信念 在前面几章 我们已经讨论过12个主题领域当中的几个领域 在我们正式开始创造肯定语句和具体想象之前 对于其他几个主题领域 我还有一些话要说 困难度 在引导灵魂出体时 你遇到的困难可能正如你预期的一样多 因此 你的肯定信念练习应该引导你 朝着期待困难很少或根本没有的方向前进 必备天赋 引导灵魂出体的能力与天赋的关系 不比练习者个人的态度和决心来得重要 虽然有些人在这方面可能比较有天分 但是天分并不是必备的先决条件 出体的能力是人类天生的潜能 开发这个潜能就像发展其他技能一样 一分的天才 99分的努力 安全感 在第五章里 我们讨论过灵魂出体的安全感问题 生活在你的日常世界里 你感到安全吗 这可能也会影响你的灵魂出体工作 如果你的日常意识充满焦虑 这种焦虑可能会转变成对于出体的恐惧 你甚至可能无法明确地指出 你到底在害怕什么 只是感觉到自己就是害怕未知 在你的世界里觉得安全 不只对灵魂出体的工作很重要 对你整体灵性的充实也很重要 一直觉得有威胁 创造能量会因此削减 报纸和电视的确经常对我们进行疲劳轰炸 不停地试图告诉我们 人类对于这个世界的事件是多么没有影响力 不过 我们可没有照张全收的必要 当你了解 你拥有透过巧妙运用你的专注焦点 来创造个人安全实相的力量时 你就能够调准一个将会促进生命成长的心理气候 因此如果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觉得无力或有威胁 你一定要提醒自己 你有能力创造个人安全的实相 设计一个肯定信念的练习 利用它达到这个效果 不只对你的灵魂出体工作有帮助 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 例如 这个领域的肯定语句可以是 我创造自己的实相 我绝对安全 永远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欲望和决心 对很多人来说 我们一直在谈的这种工作牵涉到 用很不一样的方式使用他们的意识 一开始可能要有一点坚持 如果你增强自己的欲望 成功的机会也会提高 针对这个主题领域提出的问题 用意是帮助你评估自己目前的欲望和决心 欲望并非静止不动 运用肯定语句和具体想象 你就能增强自己的欲望 概念是 尽可能对这个工作兴致勃勃 尽可能为自己打气 强烈的欲望和决心 会把你想要的结果带来给你 这两个领域的肯定语句可以这么说 我对灵魂出体经验真的是兴致勃勃 我有百分之百的决心 投入灵魂出体的工作 而且我每天勤家练习 善与恶 我相信了解不论是体外或体内的探索 根本没有邪恶这种东西存在 非常重要 我们认为的恶果 其实是心灵或心里有病的结果 相信主宰和伤害别人或枪害环境也无妨 就是这种病的一种形式 从这个角度看来 这个星球整体来说多少是真的有病 不过这并不是说人性本恶 下这种结论的人都犯了 让这一整个疾病永存不朽的错误 这种病其实是欠缺了解 以及个人在成长和发展过程的某一点上 误用了能量所致 明白你的本质是善的 人类和我们所在的宇宙也是如此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种态度会让你用爱和尊重 对待自己和别人 不管是否出体 你也会因此了解到 灵魂出体之旅的过程 实在没有什么好怕的 自己的力量 你将尝试运用思想和想象的力量 在学习引导灵魂出体的特定领域中 成功达到目的 保持你的确拥有这种力量的信念 你就能够驾驭它 练习四 构思肯定语句和具体想象 步骤 要做这个练习 你需要十二页具体阐明的信念 先从第一个主题领域着手 看看你所陈述的信念 用你的直觉和理智 来判断这个信念对你还适不适用 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限制性的信念 或有改善的余地 还是根本和你想要达成的目标背道而驰 那就按照之前说过的指示处理 如果你对这个领域目前的信念和结果都很满意 就不需要改变它 继续看一个领域 对于你希望改变的领域 请依照下文处理 在你的心里 开始构思新的信念 来取代这个领域的旧信念 花点时间想一想之后 在同一张纸上 写下表明新信念的简单陈述 这就是你的肯定语句 这是针对你个人状况而设定的句子 所以你不会觉得别扭 变换一下潜词用字 写出几个版本 直到你感觉对了为止 这里有个重点要提一下 那就是一般而言 你的肯定语句应该用现在式 距离来说 你最近相信你很难引导灵魂出体 反驳这个信念的一些肯定语句 可能像这样 我很容易灵魂出体 我每个月或每周都会有几次灵魂出体 引导灵魂出体是我的家常便饭 毫不费力 决定信念肯定语句的措辞之后 把最后的结果写下来 现在开始想象适用你这句肯定语的画面 你可以创造像照片那样的心象 来表达信念肯定语句的本质 或者你可能想要在脑海里像播放影片一般 让事件一一呈现 不论你用哪种方法都要让你的想象具体化 变成一幅鲜明有力的画面 呈现你想要创造的实相 你可以用如实呈现的想象 也可以用象征性质的想象 比如说你可能想要用你自己出体后 在卧室里漂浮的画面 当作你的具体想象之一 或者你也可以用一只老鹰 盘旋在群山上空的画面 这里没有任何非遵守不可的规则 每个人都会照自己的方式做这些练习 在某些主题领域里 你可能不希望用具体想象的方式 如果你觉得在特定领域里 只用肯定语句更适合你 也完全没问题 只用具体想象而不用肯定语句 也一样可以 有些人适合用画面 有些人适合用口头陈述 不过两者都用其实更好 如果感觉对的话 肯定语句和具体想象 两者联合起来 会彼此互相强化 而让练习更有效 不管你现在想到的是肯定语句 或具体想象 你随时都可以改变 不过话说回来 你最好是一边练习 一边做调整 以下是具体想象的一个例子 你可以用它来强化灵魂出体安全无余 你不需担心回不来的这个概念 想象你刚完成一道灵魂出体之旅 现在正溜回你的身体里 在脑海里看着你自己做这件事 回到你的肉身 一点都不费力 想象你感觉自己十分安全 有保障 迫不及待想把刚才的经验写下来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 假设你觉得引导灵魂出体 可能是一个违背自然 有害身心的活动 除了反驳那种暗示的肯定语句之外 你还可以试试具体想象 把灵魂出体经验描绘成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情形可能是 想象每个人在不知情的状况下 经常在做梦状态中出体 在脑海里看到这个画面 具体想象数百万人每晚都平静地出体 在没有意识的状况下 到他们存在中的内在维度旅行 想象宇宙或你的更高本我 或任何你喜欢的说法都行 对你想要有意识地觉察你的存在中 这个再自然不过的维度 所做的努力表示赞同 结束后 拿出一张白纸 在最上方写下标题 灵魂出体经验的肯定语句和具体想象 在这张纸上 把你已经思考并敲定的肯定语句 及其相应的具体想象全部写出来 每一个之间空两行 接下来的练习 你会用到这张纸 下一张 我们的焦点是 如何运用你的肯定语句和具体想象 正确的灵魂来的颜色